四四拍的强弱规律是强弱次强弱 以这个强弱规律去演唱 因为四四拍的话 它比较能够表现这种抒情的歌曲的这种感觉 好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这个强弱次强弱 从弱拍起唱的 这个叫什么 叫弱起小节 所以我们要从弱拍开始起唱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有没有比较难唱的这个节奏型 这里是前八后十六 前面空 然后后面的两个十六分音符要唱出来 就是空的打 这里是大的打 然后这个是延音线 也就是说这个缩一直延续到下面这个缩 所以我们唱缩的时候 只唱这一个音 这后面这个音可以不唱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大负点节奏 它的节奏是这样打的 打打打打打这样去打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比较难的 好这里还有个小负点是一个后负点 打打打打打这样去打这个节奏 好其他的地方的话就没有比较难的节奏了 好这里还有个小切分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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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奏 好就像那个马蹄声一樣 你看这里一个下滑线 有时候我们唱到这个时候可以往下滑一点 这个音 好我们来唱一下 它的检朴 我就以自己的调去唱 不一定非要按这个F调 可能会跑调 大家可以谅解一下 因为没有钢琴去给自己叫音 然后又是反复 从这个位置唱到这里去 你看挑过这个一房子来唱这个多 然后空半拍 然后这里看一下 有个DS 它也是一个反复记号 然后从这个符号这个位置开始反复 这两个是配套使用的 也就是从这个爱自由的后面 也怕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这个位置开始反复 之后反复到这个位置 到时候我们唱到这里了 还要继续往下走就是 那那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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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多多瑞多瑞米米米 瑞米多 那西那西那西那